在我们这个世界上 无论拥有怎样不同的人生 有两件事是人人都要经历的 那就是出生与死亡 如何正确地对待生死 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习的事情 地藏菩萨本愿经 为我们讲解了 怎样在出生与死亡的时候 都能够获得利益的方法 那时候 释迦牟尼佛在刀立天宫 为转生天上的母亲 和无量天众鬼神 讲述地藏菩萨的功德事迹 而伟大的地藏菩萨 就向大家讲述了这个生死两立的方法 世尊 众生造作恶业 从先好间就能积累到无量无边 有这种恶习的众生 临命中时 父母亲倦应当为他赦共修福 以资助他来生之路 或为佛像悬挂散盖帆窗 点供友灯 或者送读佛经 或者供养佛像 以及各种圣像 乃至为他持念佛菩萨 和辟知佛的名号 每一声名号 都要让临终之人 轻而停靠 心识离去 这类造恶之人 本来果报 是必要躲在恶道里守护的 因为亲人眷属 在他临终时 做了这些圣善之音 使原来的许多罪业 都能够消灭 若在他死后七七四十九日内 为他广修善事 将使他永远破理恶道 投生做人 或转生天上 受美妙的快乐 而再是亲眷所得的利益 也是无量无边的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今天请佛世尊 集天龙八部 人非人等 相劝与世间众生 临命终时 定要小心谨慎 切勿去做杀害生命 拜祭鬼神的恶缘 为什么呢 你杀害生命和拜祭鬼神 对亡故者不但没有丝毫利益 反而使罪障 转身加重 假使来世或此生 本来有圣音 可以转生人天降伏 因为临终时 被他的亲眷造下了这恶缘 就会殃及命中之人 要去辩白善恶 拖延他 晚生善处 何况命中之人 再生不曾做过丝毫善业 要依据各自的罪业 在恶道里受苦 亲眷们 怎能忍心 再增加他的罪业呢 世尊 我观察这个世界的众生 只要能在佛教中 乃至任何地方 做哪怕像毫毛 水滴 沙尘般微小的善事 都能使他自己 获得利益 没有一点空做的 这个世界的众生 命中以后 大小眷属为他修功德 乃至社斋供养 造许多善意 这命中之人 就可以得到大利益 和解脱吗 张哲 我今天 为了未来现在的一切众生 秉承佛的威力 简单地说说这件事 张哲 未来现在所有众生 在生命中 在生命中 能够能够听到一个佛的名号 各种福德善事 七分之中 他只获得一分 六分功德 是活着的亲眷 自己获得 因此 现在未来 善良的人们 要趁自己耳目聪明 身体强健时修复 而那每一分利益 都能自己获得了 生死无常的套位 是不期而至的 冥冥中的游魂 不能够知道 是罪还是福 在这七七四十九日内 如痴如龙一般 或在阴丝中 和旁观辩论 他再生时 所做的善恶业果 审定后 个人根据他的业果 去投生 辩论未定时 已是万千愁苦 何况要堕于 诸恶道理去受 这命中之人 在还没投生的四十九日内 念念都希望 他的至亲骨骼俱 为他心造福利 蒙佛救罢 过了四十九日 他就要随夜受罢 倘若是重罪之人 动辄百千年 都解脱之人 若是兽无间的大地 就会遇到大地 千节万节 永受众苦 像这样的罪业众生 命中以后 他的眷属骨肉 为他板斋 以福德善事资助他 以免再饿到受苦 半斋期间 或食斋未完时 桃米干水和菜叶等 不可抛洒在地 而且各种食物 没有先奉献供养给佛与僧 自己不能鲜持 若违背了这些的规矩 且不精心勤恳 这命中之人 就不能得到利益 若能精心勤恳 互持洁净地 奉献供养佛与僧 这七分功德 命中之人 可获得一分 六分功德 由半斋的眷属 自己获得 因此 长者 世间众生 若能为他已故的父母 或至亲骨肉眷属 设斋供养 要置心勤恳地去做佛事 这样 再生者和顽固者 就都可以得到利益了 这时候 铁围山里的无数鬼王 跟随阎罗天子 都来到刀立天宫参加法会 其中 有一位主命鬼王 世尊 我根据世人所做的业缘 主管世间的人命 生死的时间 都是我所主管 我的心愿 很想要利益他们 但因众生 不能领会我的意思 以致他们生死 都不能平安 为什么呢 世间的人 出生之时 或即将生产时 不管是男是女 只要做善事 就能增上利益家宅 自然令土地鬼神 无量欢喜 来拥护母子 得到大安乐 还能利益 这一家的眷属 或者小孩已经生下了 就要非常慎重 切勿杀生害命 用各种鲜味 去给产母吃 以及逛腰亲朋眷属 饮酒吃肉 吹拉弹唱的半言席 因为这样 会令母子二人 都不得安乐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产难的时候 有无数恶鬼 及妖怪 想要吃着心血 使我早令 住家的土地神灵 保护母子二人 使他安乐 而得利益 这样的人 见到母子安乐 便应修福修善 报答诸位土地神灵 结果 他们反而杀生害命 聚亲串友的 持核喧闹 因这个缘故 犯了祸养 自作自受 母子都要受到损害了 另外 世界命中的人 不管他是善是恶 我都想让这命中之人 能不度恶到 何况他能休息善事 来增加我的愿力呢 这世间行善之人 临命中时 也要拜前恶道鬼神 便做父母 来治各种情卷 来接应盲人 使他渡到恶道里去 何况本来就是造恶的人 像这样的世间男女 临终时 神识已经迷惑昏昧 不能辨别善恶 乃至掩耳都没有听闻的能力 他的情卷家属 应当必须替他射办大功量 辗转读诵佛经 实念佛菩萨名号 有这样的善缘 能够令王者脱离各种恶道 许多魔鬼神怪 就都会退散 世尊 一切众生灵命中时 若能听到一个佛的名号 一个菩萨的名号 或能听到大乘经典中的一句一句 我观察这类人 能够消除五无间罪和杀生大罪 本该堕入恶道区的一些小小恶业 顷刻就能帮他解脱 你有如此大的慈悲心 发下这种在生死间保护众生的大愿 若在未来之时 有男子女人到了生死关头 你不要退失这大愿 总要令他们得到解脱 使他们永得安乐 请不必忧虑 我将尽我的生命 念念拥护这世间的众生 在生死死时都得到安乐 愿所有众生都能相信听受我的话 就没有不得到解脱的 能获得最大的利益 世家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曾经在刀立天宫中 为已经升天的母亲 讲地藏菩萨本愿经 这部经讲述了地藏菩萨生生世世 救度母亲的孝心故事和感人大愿 也特别讲述了地藏菩萨生世 和地藏菩萨的非凡利益 我今天在刀立天宫 我今天在刀立天宫 能证到实地果位的事 是毕竟不退无上正等正觉 成佛的事啊 世尊 地藏菩萨 慈悲怜悯 一切受苦众生 在千万亿世界 画出千万亿身形 我听世尊与十方无量诸佛 都在一口同声赞叹地藏菩萨的功德 和不可思议的神力 就是叫过去 现在 未来 一切诸佛都来说他的功德 也不能说尽 成蒙世尊向大众宣告 要称扬地藏菩萨的利益 我愿世尊为现在 未来一切众生 宣说地藏菩萨 不可思议的事迹 领天龙八部 能懂得瞻望礼拜 获得福利 观世音啊 你和苏婆世界有很大的姻缘 若天人 若隆重 若男 若女 若神 若鬼 乃至六道众生 听到你的名号 或见了你的形象 有恋慕赞叹你的 他们对于佛法的无上道 毕地不会退转 还可长生人天道中 受大安乐 因果成熟时 将会遇佛受尽 你今天这样慈悲怜悯众生 即天龙八部 现在就依你的请求 宣说地藏菩萨 不可思议的利益之事 未来现在诸世界中的天人 天赋详尽了 就会出现五种衰败的现象 有的甚至度过道 不过道 这样的天人 无论男人 出现衰向之事 见到地藏菩萨形象 或听到地藏菩萨名号 能够去沾望福拜 就能增加天赋 不但独度恶道 反而受大快乐 永远也不会 躲到三恶道的受罪 一战一领 就可以转包 何况见闻地藏菩萨 用种种香花 衣服饮食 珍贵的玩具 导费 英诺 取布施 供养呢 所以得到的功德福利 是无量无边的 倘若未来现在 诸世界中的六道众生 灵命中时 能听到地藏菩萨名号 只要有一声听到耳中里去 就可以不经历三恶道的福处 听到一声 就得神秘 何况灵命中时 父母眷属 把此人的污染 财物 宝贝 衣服 卖掉 取塑化 地藏菩萨形象 假使此病人 认死之时 亲自免见耳门 家人将他的田宅 宝贝 卖掉 为他取塑化 地藏菩萨形象 若此人夜暴 该生阵命的 以塑像的功德 立刻消除夜暴 并自然全力 还可增加胜命 让我提前往 若此病人 命以中往 本有罪障 该无误到的 以塑像的功德 死后 可以朝生天上 受大宽 一切罪障 都可消灭 倘若有人 在婴儿或十岁之前 就亡师了父母兄弟 长大后 私一家人 希望了知 他们转身何方 此人 若能塑化 地藏菩萨形象 乃至听到菩萨名号 一会儿沾望 一会儿礼拜 这样一日到七日 始终发心期望 从此往后 只要听到地藏菩萨名号 遇见地藏菩萨形象 就能占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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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人 以死的家卷 若因赞生恶意 度于恶道 受着亿万年的痛苦 承蒙他的孩子 或宣布前卫 速发地藏菩萨形象 及占换的功德 就可以解脱恶道 往生为天 受大患 此人家卷 若是本女福德 转生为天 承蒙此功德 更增天圣 受无量安慰 此人更能在三日 或是七日中 一心占捏 地藏菩萨形象 念名号 满一万遍 可以得到菩萨 献出无定身形 具体告知 家卷所生的世界 或在命中 菩萨献大手 亲吟此人 到各个世界中 去见每一个家卷 见过新人之后 此人若更能 每日念菩萨 以后千遍 至于千日不见乱 就会得到菩萨 潜力他所居住地方的 土地鬼神 众神保卫幽护 使他现世 衣食封嘴 没有疾病痛苦 乃至凶横祸事 都不入门 何况尽身 此人毕竟可以得到菩萨 来摩顶圣祭 若未来世的善男善女 欲发广大慈悲心 救度一切众生 欲修无上菩提道 欲出离三界 这些人 这些人见了地藏菩萨形象 已经听到您后 以心至诚地去皈依他 或用香花 衣服 宝贝 饮食 供养后 再去摘礼 这些善男女的大愿 素能成就 永无障碍 若未来世的善男善女 欲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心愿 只要皈依干礼 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 所求心愿都可随意成就 或求请地藏菩萨发大慈悲 永远拥护自己 一发此心愿 在顺望中 就可得到菩萨来摩抵受尽 若未来世的善男善女 真是大成经典 发不可思议的心 想去读诵 虽然遇到明师教导 但是玄机玄望 今年累月不能读诵 此善男女的 有素式业障 没有消除 所以对大成经典 没有读诵能力 这样的人 听了地藏菩萨号 建了地藏菩萨像 把心愿 恭敬人向地藏菩萨成书 用香花 衣服 饮食 各种玩具 共养菩萨 放一盏精水 在菩萨像前 经过一日一夜 然后合掌寝 回转头来 向地藏菩萨把舰水 淋满 入口之时 要置心正中 浮水完后 要非常谨慎 切勿吃五心 井肉 不可邪言 妄言 杀身海力 经过七日或二十一日 在树梦当中 就能得见 地藏菩萨 行出无定身体 用伐水 来灌头地 往行以后 就能得到聪明 大乘经典 一经耳门 极当幽济 再也不会往事 一句 一句 若未来是有人 衣食不足 随情不足 或因病多灾 家债不安 家眷一散 或是遭凶横 或是不秘心意 水亡之间 神不安 有许多京剧恐怖现象 这样的人 听到地藏菩萨名号 或见地藏菩萨像 能致心恭敬地 念地藏菩萨名 满一万遍 这许多不容易的事 就会渐渐消灭 喝到安慰 一时也风足有人 乃至睡梦之中 也会安乐 若未来是 有善男善女 因伴至生活 或有公事私事 或关乎生死大事 或有紧急要事 需要走入山林 过渡河海 或与大水 途经险道 出门前 应当先念 地方 头上名号 一万遍 这样 所过的地方 就能为神卫护 无论行走居住 是坐是卧 可以保护品 乃至同上 乃至乃至乃 一切的 和海 与风险 都不能 反送派 地藏菩萨 对于严福田 有很大的忧忍 若要把他 利益众生的事 都说出来 就是百千万劫中 也说不及 因为这个缘故 观世远 你要以你的神力 来留步这部经典 使苏婆世界的众生 百千万劫 永享安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